暴时坦克是二战中最好的坦克之一 它也叫黑豹坦克或五号中型坦克 暴时坦克是当年德国为了对抗苏联的特三四坦克所研发的 凭借着强大的火力以及精准的火控 再加上非常优秀的正面防护装甲 可以说是特三四坦克的克星了 它可以在2000米的距离击毁特三四坦克 甚至还有3000米摧毁特三四的记录 这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奇迹 这款坦克对于德国来讲也是有里程碑的意义的 在暴时之前德系坦克基本都是自主研发 这次也是德国第一次将倾斜装甲的技术应用在战车上 下面我们来看看它的性能参数 暴时坦克重44.8吨 长8.66米 宽3.42米 高2.99米 成员5人 暴时装有一门莱茵金属公司生产的75毫米火炮 虽然口径不是很大 但是这种火炮是二战最具威力的火炮之一 特长的炮管加上强大的推动力 也为其提供了高速的发射能力 再加上它的贯穿能力是顶尖的 这使得暴时坦克成为了战场上最强大的坦克之一 除了火炮 还有两艇MG34机枪分别安装在它的炮塔以及斜面上 主要是为了反步兵与防空 动力系统方面 暴时的设计则是很德系 暴时安装了一个可以提供700匹马力的迈巴赫HL230P30V12汽油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一般可以承受连续进行2000公里的负荷 为了减少故障 开发人员还将发动机的转速下调到了每分钟2500转 行进速度则是每小时46公里 另外 暴时还有许多衍生版本 按时间来算其中包括D型 A型和G型以及最开始的最初型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指挥车 观察车和救援车 其中生产最多的就是A型和G型 暴时的A型车相比之前的D型 主要是在火力和防护方面都有增强 A型的炮塔正面装甲厚度达到了100毫米 辅助武器也增加了两艇MG34机枪 在诺曼底战役 德军使用的暴时坦克中A型最多 在战争中A型一共生产了约2200辆 大量生产的还有它的G型号 暴时的G型是它的最后版本 在二战期间 G型的生产数量比之前其他型号生产的总和还要多 这个型号有许多设计上的变化 比如大部分装甲改为垂直装甲 加厚了坦克前部侧面装甲 取消了司机的视觉窗口 加装了潜望镜窗口等 而在生产运行期间 它的配置也在不断变化 同时因为此型号生产最多 约有超过一半的德国装甲坦克部队装备了它 同时它也是战争结束时 党卫军装备的暴时坦克中最常见的版本 开头我们说过 暴时坦克的研发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的特34坦克 当初特34的首次亮相就震惊了德军 他在1941年6月22日 在白俄罗斯格罗德诺首次参战 在此后一系列战斗中 德军竟找不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坦克 这就是所谓的特34危机 当时德军真的是拿它没有任何办法 自家坦克是打也打不动 扛也扛不住 可以说是很绝望了 他们派遣了一个名为战车委员会的调查团 前往东部战线 让其对特34进行评估 他们发现特34有以下优点 首先是他采用了跨时代的倾斜装甲 现在的装甲设计都还有使用这个原理 另外他的履带比较宽 越野能力很强 他的76.2毫米火炮 与同时代的战车相比更为强大 在1941年11月末 戴姆勒·奔驰与猛士公司 接到了新战车的设计订单 顺带一提 这两家公司在战后也没有消失 奔驰就不多说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奔驰车 猛士公司则是在2011年 被德国大众集团收购 也就是产大众车的那个 接到订单后 两家公司也分别交出设计 奔驰公司的设计 几乎是特34的仿制品 奔驰要求在车身 炮塔发动机驾驶系统等都要类似特34的设计 从而也获得了和特34一样优异的可生产性 而猛士公司则是设计了一款传统的德式战车 将车身坐大坐宽 再按一个炮塔和发动机 采用扭力棒的悬吊系统 这使得车身变得很高大 且车内空间很大 一开始希特勒是想采用奔驰的方案的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猛士的版本 一方面是猛士的设计 可以直接使用莱茵金属公司设计的线程炮塔 而奔驰设计的炮塔却需要重新设计生产 除此之外 还要考虑到战场识别度的问题 因为它和特34实在太相似了 到时候误伤了就不好了 但奔驰的设计被淘汰的最终原因 还是因为它的可生产性太强 以至于牺牲了性能优势 这种坦克更适合消耗战 而不是当时德军的闪电战 也不符合德军当时的战术要求 所以最终采用了猛士的设计 同年12月 坦克正式投产 因为德国对这种坦克的需求量非常大 所以在1943年以后 鲍氏坦克不再是猛士的专利 并开始由德国的数家公司分担生产 该坦克制造起来并不轻松 猛士公司初期预计 一个月能够生产250辆鲍氏坦克 但在1943年1月 它却把目标提高至生产600辆 但因为设计上有些问题 再加上盟军一直进行轰炸骚扰 而且原材料来源有限 在1943年间 平均一个月只能生产148辆鲍氏坦克 在第二年才能月产315辆 直到战争完结 德国总共生产了6000辆以上的鲍氏坦克 鲍氏坦克首次参与的大规模战役 是1943年对苏联发动的库尔斯克战役 刚服役的时候 鲍氏的驾驶员其实都被很多机械问题所困扰 比如坦克的履带和悬吊系统老是出问题 引擎还容易过热 当时库尔斯克战役爆发后 德军第48装甲团投入的200辆坦克 在4天内已经有131辆处于代修 31辆完全损失 仅仅只有38辆能够参战 但暴氏坦克的性能确实不错 尽管有很多因机械问题受损 但是他们还是击毁了 据称267辆苏军坦克 根据德国军方的评估数据 他们认为暴氏坦克的前端装甲 远比苏军特34-85优秀 而两侧和后方的防护力则是基本相同 其实苏方也曾做过相关测试 并声称122毫米穿甲弹 在700米能击穿暴氏的手上 但德国人的报告却认为 122毫米穿甲弹 能在1500米击穿炮塔正面 500米击穿炮盾 但却不能击穿它车体的手上装甲 不过暴氏却能在800米击穿IS-2的炮塔正面 400米击穿120毫米炮盾 而暴氏的主炮发射速度要比IS-2快得多 因此在1943年到1944年间 暴氏坦克可以在2000米的范围内 轻易击破几乎任何的敌军坦克 总体来讲 暴氏坦克的设计很精密 实战强度非常可观 但是它实在太折磨后勤了 还很容易坏掉 而且制造起来还不容易 导致产量也不高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款坦克的 外形颜值也是不错 而到了现代 也有一款暴氏坦克 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暴氏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在现代也是非常先进 属于第三代主战坦克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炮塔依然是使用了 莱茵金属公司的线坦炮 同时它也有一些 卖给其他国家的衍生信号 只是当时我国并没有引进这一款 最终还是走上了 自主研发国产主战坦克的道路 而我个人认为 我们走自主研发反而更好 那么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积极留言 好了 今天的武器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哦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